Hello,我把冷氣關了 不要吵,不要吵 有時候我們在交流彈吉他跟樂手的時候 會說你這個和弦彈得太正了 什麼叫太正? 就是太規矩了 比如說 某年某月等某一天 就彈得太平淡了 太平淡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右手 一個是左手 右手的話我之前拍過很多視頻講到 就是說右手的拨旋原則 你不要彈得太平 你要有點 要有點空拍 要有點輕重的區別 比如說 某年某月等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就會有輕有重 然後有時候有空拍 那這個我拍過很多視頻 我今天就不講 你可以跟我要這個右手的原則 就找我說右手的原則 五個字 左手也有原則的 就是每一個 以C調來說每一個和弦它都可以 比如說一集的C 你把它十字翹前變成Cmaj7 對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就有一點點好玩的感覺 你看 C和弦把它翹起來變成Cmaj7 而Am可以把 翹起來變成 Am7 F呢 Fmaj7 就一拳不要按 你看 這個是很正的 把它翹起來變成 很正的就會 對 來賓 來賓 送東野小朋友請到櫃檯有人找您 他就很正 太正就有點像百貨公司的廣播 來賓 張惠妹小朋友請到櫃檯有人找您 對不對 但如果你把它翹起來變成 欸 有點哀傷起來了 來賓 張惠妹小姐 跟你說一個壞消息 你要的蛋塔已經賣完了 所以你看 試試看 C和弦變成Cmaj7 Dm變成Dm7 Em7 F變成Fmaj7 G G 變成G7 Am 變成 Am7 它都會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比如說一個月亮代表心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彈的都是很正的和弦 我現在把它彈的都不正的和弦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這例子也不是舉得很好的 最近老師舉些不好的例子 沒關係你可以試試看 你和弦不一定要按照原版的 沒有人規定的 你可以試試看 把原版的和弦做一點點的改動 然後你觀察一下 有沒有發現出你的味道 如果有那就是你的味道 或者你把它混響開大一 讓它更空 有沒有覺得差格很多呢 瞬間加了一百倍 從0.1分變10分 拜拜